大家好,我們今天的嘉賓是Ben Sir,大家都知道 廣東Ben Sir都是講粗口,廣東話,不就是這些 因為現在很認真,探討都是很學實的 其實現在來到這個環境,大家都知道香港發生了什麼事 政治的我們就不說了,但也很關心我們香港的廣東話文化 還可不可以傳證下去,那是十幾二十年你都在做這件事 你怎麼看? 現在這樣的氣氛,我覺得即使沒有這個氣氛 去回早兩三年前這個議題,都很興奮合 那時候又不介意,我也曾經說過 你不能完全拒絕別人用普通話來學中文 可能有些人喜歡用上海話或者山東話來學中文 我們始終要讓一些特別的人透過一些特別的方法來學中文 所以可不可以採取一個主次的分明 你經常說普通話、廣東話並存 並存都有一個數,對吧? 那我們用廣東話作為母語的人佔了一成九成 一個九一支給九成用廣東話來學中文 一成就給他們用普通話來學中文 所有的特殊、天才、天賦都在那一堆那裡 即使用一個主次能不能夠 至少都在情緒上、論述上都安定得到 至少都說到過去呢? 到近一、兩年 自不然是政治上那些很低迷的氣氛 我始終覺得真的人多、人少 即是多內地學生下來 譬如是北區 我去那些北區的學校上課 他們的老師真的要說要捍衛廣東話 要說多些廣東話的文化 因為的確很多內地學生下來下來 來到去... 即是怎樣? 我又不想用佔有佔據 來去坐著一個位置 在那裡,得了在那裡 所以這個現象 就真的是一個 會人多、欺人少的局面 再看回幾十年前 我們香港都很百花齊放 六、七、十年代 潮州話、客家話 還有什麼圍頭話 那些我不懂的 起碼你都會聽到 所以自己反省回香港 偶爾就真的用廣東話 來壓著這些少數民族的語言 或者一些廣東話旁邊的方言 真的會壓得到是沒有了的 所以如果面對廣東話和普通話 這樣的局面 我們可不可以抱著一個位 就是潮州話、客家話的一種 蜀序的心態 來保育廣東話 之餘 保育廣東話 保育廣東話 這個保育廣東話的論述 就會強壯一些 和壯大一些 因為在太平靜制 可以隨便討論 但去到一個比較高壓的環境 這件事都是一國原則 很可能有其他的角度的演繹 即使不說中國整個官方的例子 譬如新加坡 在過去幾十年 他都很刻意打壓方言 即是你說華語就一定要有普通話 標準普通話 他就不可以在電台上有廣東話 潮州話等等 譬如說你會不會覺得 你以後可不可以很大聲地 捍衛廣東話 我覺得要趁著還未感受到壓力的時候 我覺得是要做多些事情 以及要具體一些 第一 已經幾年前媒體也有報導 我用廣東話版本來寫租約 Ganser沒有用的 所有的爭拗都是用英文為主 正正就是沒有用 正正就是廣東話在這份租約 佔了一個配角的位置 那為什麼不寫呢 沒有東西 第一 用廣東話來寫租約 背後的理念就是用廣東話 進入我們的嚴肅正規文件 這裡不是用廣東話寫WhatsApp 或者寫文學 或者寫文學雜誌 這些文學東西 沒有什麼作用 沒有人理你 你用什麼話都沒有什麼問題 用廣東話進入這個正規文件 這是第一 第二 我看到有些文行寫信用卡 和電話租約和合約 都是用廣東話和他們的顧客 那我看 這些文件 這樣的條文是很清晰的 幾時幾月交錢 這裡好像可以有廣東話的範圍 我不是叫你立刻在政府所有的文件 用廣東話 這是不可能 在剛才我所舉的例子之餘 至少影響的人不是很多 租約都是我和租客的東西 銀行或者電信箱和顧客 都是在罰錢那些十條八條的規則 我覺得我們要用一些想像 以及用語言的資訊 來進入 你看見政府 政府在他Facebook的官方網頁 全部都用廣東話 即使去介紹國安法這麼嚴肅的問題 他都是用廣東話的 我覺得這個政府也是挺聰明的在一點那裏 Facebook的官方網頁 而不是網站互聯網的官方網頁 他們是細分得到的 那我也試過用廣東話 去翻譯《基本法》的二十三條 已經翻譯完之後 二十三條的威力完全沒有被削弱了 那大家會知道在語言上 其實普通話、廣東話、英文是平等的 在傳遞信息方面 我覺得是這樣的 即是你再到最後一步了 即是將我們口說的東西變成Written 是的 在那個書面語 因為書面語才佔據了那個空間 我們幾十歲的人 未必那麼習慣用廣東話來寫 這個適應新轉變 適應新時機 我們每天都在適應 那這個就take time 但你會不會剛才你說 一趁壓力未來 第一就是你有沒有感受到壓力 第二就是你可不可以 前瞻五年、十年之後 會不會有些 譬如說中年晚的朋友 就是說 嘩 即是你隱正港獨 你會不會擔心這個趨勢 我覺得 即是不會擔心 一定會有的 所以我們就要預計得到 咦? 你推廣東話之餘 後面也要補一句 跟普通話是並存的 即是我們那個心 是願意去學普通話 但是呢 在文字上、文件上 在香港這個範圍 就是我們就有一個責任 來推廣這個 香港這麼有特色的語言 其實呢 其實就是保住一國兩制的 我覺得要由這樣的思路 來包含整件事 這樣才至少沒有這麼容易被人攻擊 這樣 那這個要有少少 有少少說演技 那這個就是一種適應 是呀 是很辛苦 那香港就是這樣的特色 就是在甲逢之中 我們都要生存 即使在港英年代 和現在在中國的懷抱裏 所以我剛才那句 分分鐘都什麼 由此至終 香港都是在中國的懷抱 OK 那我又要去改一改 多辛苦 香港和內地的關係 原來是這麼結實 再說遠一點 近這一年 那個疫症的情況之下 更加 有些什麼地方的疫症 比較沒有那麼嚴重 香港 台灣 澳門 和內地 所以你不相信內地的數字 那內地都要去 跟內地的市民交代 以好像這幾個 黃皮膚中華兒女的 這樣的地方 才比較 比較搞得定 剛才你說的 甲逢之中生存的藝術 我們那代成長 很明白這是什麼 但第一代 就要時間難捏 但我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 網民經常都很關心 你和TVB的關係 是不是都是這樣的 甲逢之中生存 是啊 我和TVB的關係很多時候 我講到一些很激的說話 網民不是關心我 不是關心我的說話 他們說 TVB還要你嗎 還要留你嗎 這個正正就是 TVB喜歡我 可能因為我說話 比較出位 對吧 我沒有了大學的大台 過激又不多 過激我 過激我都能感受到 這個這麼大的機構 它有它的立場 所以這個不單是TVB的問題 是另外一些娛樂公司 因為它要面對其他投資者 所以這個我也是需要去學習的 不過你說在TVB 譬如在我的節目 例如Banser研究院 或者Banser體育團 我的創作空間 坦白說 我又沒有受到任何的制抓 所以在沒有制抓之下 我就在沒有制抓之下 去發揮我的東西 亦都是TVB才令到我 有這些推廣廣東話的機會 所以我覺得這個 都是大家繼續 拭目以待我和TVB的關係 是不是平衡時空 還是越來越遠 我都說不定這些事情 其實廣東話有一個 數字上很大的全球市場 理論上 譬如說你走上去珠港省國洲 很多人都說廣東話 另外東南亞也是 香港移民也是 但是就似乎大家都不要 target到這個市場 為什麼呢 是啊 我們關心馬來西亞的廣東話 我們也關心澳門的廣東話 一定是珠港三國洲 或者大灣區 我有和某個電視台 或者某些電台 談過 也不如我們去大灣區 研究一下他們的廣東話 我們不能夠不理他們 他們都是廣東話 常常推廣廣東話 沒理由選擇地方 是吧 我們不喜歡大灣區 或者不適應大灣區 或者不認同大灣區的 樓宇 生活環境 或者魚生之類 至少廣東話 應該沒什麼 我們研究廣東話的結構 我記得東文察的低俗戲劇 裡面很明顯 感覺到廣東粗口的差異 例如廣東話 例如廣州的粗口 喜歡用女性的生殖器官 而我們香港人 喜歡用男性 你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可能真的 是不是真的 教育水平的問題 如果用得女性的生殖器官高 是比較沒有那麼高的 這個我真的不知道 這個我不敢說 你也是從這個教育水平 或者對男女性的地位 可能我們香港 大家男女比較平等 很難很容易 來講女性的生殖器官 所以這些是很 真的不知道 是的 他們是特別多的 所以這些究竟是 真還是假 你真的要去研究去問過 即使你問問 他們都不知道 他們都是多 起碼都知道大家不同的地方 雖然都是廣東話的粗口 那個取捨原來是這麼大的差異 那大台的反應是怎樣 大台的反應是怎樣 都要考慮一下 不是這麼夠膽去 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 劉雨你夠膽說 什麼小事生活圈 你夠膽說 以大灣區的廣東話 他們又好像沒有什麼表示 可能不存的問題吧 我不知道 真的 他怕收不到科 如果我去到上去 你那個大台就可能有很多計算 但是 我經常想 是很多香港演藝界的朋友 他們覺得 他講廣東話又不自在 英文又不夠好 但是廣東話的時間太小 但是為什麼 其實 理論上都是一個 過億人的市場 為什麼大家不可以 針對這個市場 這個我又 我想都是 如果優得選擇 大家人望高處 北上 北上可以北上少少 北上很多 這樣 可能真的用普通話 在中央電視台 做廣播做表演 的確是 得著會多很多 純粹 不是純粹去淺 比如說文化上 這段時間我也有看中央電視台的上升 的而且水平是相當高的 你不懂得那麼多 中國傳統的東西 你都欣賞不了 都笑不了 我想它不是純粹用 不是純粹淺的吸引 至於我的角度 可能是那個 文化地位吸引 那個演藝 那個地位吸引 你覺得有什麼方式可以聯繫到全世界 廣東話的朋友 無論你住在內地還是華西亞還是溫哥華 這麼國際性的視野 連繫全世界的廣東話 我想 譬如我剛剛上個禮拜 我剛剛前天才做了跟UBC大學 那些什麼Master Class 他們都很結實有 不知道開了5年了 每年有這樣的廣東話的班 他們這裡跟我們香港學者 香港藝人 這樣聯繫 這裡靠著互聯網 這個也挺快的 我想可以在互聯網 那裡多一些這樣的交流 才去到怎樣實際行動 去做一些Show 或者Class 你知道現在行動是很敏感的 行動就中國安法了 你說話有多強力都有 所以我被你煽到 我覺得這樣很痛 我們都是愛國愛港 但是還有一個問題 現在的前置 應該不關行動事 2047年 你覺得當時香港 還是一個主要說廣東話的地方 2047年 都難說 怎樣說 聽見地產界的朋友說 香港和深圳樓的差距 會慢慢收窄 我想看香港人本身的韌力 質素 和他去保育廣東話的力度 有多大 我個人來說 我不是很喜歡保育這個字 我喜歡活育 去vitalize instead of conserve conserve 就是就死了 才要保住自己的命 我們要去活育 去activate 去vitalize 那就真的要看我們香港人對廣東話 是有多麼愛好 現在那些年輕人可能會把保護香港的情緒 就化了在各國廣東話那裡 因為我們沒有什麼可以 可以有得渣拿 這個也挺悲哀的 但正正是這麼悲哀的 正正是這麼悲哀的 才會關心到廣東話的問題 可能我們這些做學者 很離身的 世事變態 一直 一直 一直轉變 語言 輕替 可能我們沒有現在的年輕人 會這麼大的感觸 可能那些年輕人 透過這兩年 社會運動或者疫症 他們好像沒有什麼去拿捏得住 樓也拿不到 唯有去拿著我們廣東話 可能跟我們的情緒很不同 都不出奇 你記得上一邊說廣州的廣東話 都還是多 但深圳也很好笑 是的 你覺得為什麼會形成了純粹新移民的關係 深圳根本好像也沒有一些叫深圳話 可能深圳已經是一個地方 是很多地方的人去說 互相恥銷比獎之下 大家的普通話就是普通話 廣州始終是多廣州人才能凝聚得到 正正好像 上個星期 先有一個UBC的討論 他們說他們這些新移民 即香港人的移民去到加拿大 去到美國的地方 反而可以保留到我們香港70年代的那些說話 因為他們是一個移民的地方 是一個封閉的環境 他們本身的暴雨可以保存得到 集中得到 所以如果你說深圳沒有這個環境之下 那就沒有了 所以我想剛才說的問題 2047香港當然是像廣州 像深圳 像現在香港還是像溫哥華 這個我們不知道 但起碼剛才你說的幾個答案 你覺得怎樣 我覺得我聽的專家說 就是像剛才四個選擇 如果你要真是說深圳、廣州 舊香港和溫哥華的話 正路就應該會似 我希望會似舊香港 當然 但你這樣發展下去 All Depends 這是屬於什麼國際身份 如果這個是傳統最國際化的地方 就應該需要像溫哥華 很多人說英文是什麼 如果你是一個叫做大灣區的小中心 那就會像深圳 深圳就是全國來到深圳 對 如果你是連那樣東西都沒有 純Localized 就反而會像廣州 這個就真的看未來的10年發展是怎樣 對 這個就真的很難說得實 但我們真的很希望可以 可以似舊香港 似舊香港 舊香港的意思 可能真的我們的80年代 可能你們的90年代 那時候真的那個時間都挺好的 對 我經常都覺得 我在90年代成長 那應該是香港最黃金的歲月 對 亦都沒有什麼政治的事情煩 亦都沒有什麼爭拗 那時候的四大天王 即使回歸了之後 頭的10年8載都沒有 是現在這10年8載之後 或者最近這兩三年 我想這個轉變都要很現實地面對 是吧 我就跟你說說國安法 國安法落實了之後 已經好像中共真實的面具 真實的一面 越來越顯然給我們看了 是吧 所以我們都是要去適應 適應有很多方法 對抗 融合 積極去支持 被動地支持 我覺得這一點 不是一時三刻 能夠去學習得到 這幾年我朋友經常說三民主義 二民信民報民 我經常在想 在這幾個選項之外 會不會積極一點呢 是啊 就是這樣想 你隨便一樣 都不是我們自己本身的文化 是啊 積極一點去想 意思是 起碼給到一些希望 希望別人 即使自私 我只想自己 你都要給他希望自己 對吧 那 移民移居 我們經常是聰明 肯定有兩頭住家 無事無關 你在香港隨時都有兩頭住家 對吧 那兩個地方這樣行不行呢 這樣 就是這樣 所以就希望我們還可以 繼續這樣聊天 這就是我們的底線 是 謝謝Vanson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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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